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没有人能逃得开他们的影响力 赫连家就是其中之一 这不是之前军中流传的言识吗 现实里哪来那么多四大家族 真有这么个赫连家 还是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做这事的就是赫连家这一任的少主 因为你母亲本来应该是他的未婚妻 继续 李淑芬是你母亲当年逃婚时做的假身份 我不知道他真名是什么 只听说他对赫连家的少主特别重要 当时赫连家的人找到我 给了我你和你爸的照片 说不把人抓回来弄死 我这个董事长就做到头了 也得去填海 北辰啊 你妈妈出了意外 不过不用担心 爸爸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我母亲的下落 赫连 不 这些都不重要 北辰 你先去玩两天 所以 当年不是出了意外 这些事啊 爸爸会一个人全部处理好的 而是我母亲 他终于被赫连家的人找到了 爸爸 父亲 母亲 如果事情的真相是这样 那你的真正身份又是什么 你的父亲已经确诊心脏病 继续进行大敲手术 之前提供的银行卡 已经被冻结了 如果再缴不上治疗费的话 我们恐怕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 光辉集团竟是赫连家的产业 在我之前的上一任董事长 就因为没办好他们交代的事死了 我可不能布他的后尘 要我说呀 您母亲能和赫连家的大少爷订婚 您的真实出身恐怕也高得很 您照照身上有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信物 要是能回去 何苦跟我们这些小角色计较 独一无二的信物 所以我母亲也是你带给赫连家的 不不不 不是我 不是我 那是赫连家的人自己干的 他们对我都是直接命令 根本不会说自己要干什么 他们干了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 缘有同债有主 实话我可都说了 千万不能把战算在我的头上 好啊 只要你再替我做件事 我就饶你不死 接下来 我将正式辞去光辉集团总经理的职务 新总经理从明天起 将由江北辰先生担任 请问江北辰先生与您是什么关系 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因为平西西走私毒药一案为真 您即将被调查入狱吗 走私一事 是我一时才迷心窍 多亏江先生点醒我 我愿意尊重法律 付出代价 不过 我也是受人引诱 这才走上歧途 接下来 江先生将会入主光辉 从内部配合警方 将此事彻查清楚 徐先生 我还有问题 徐先生 请问 可怜家 让我看看 这样的局面 你们打算怎么办 多亏了这吊坠上的玄清觉气息 让我坚持到了现在 和老说 这坠子的来历 深究起来 以我家还颇有渊源 上次只找到残叶就回来了 未曾深思此事 此前事了 该去仔细查探一番 不过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贺连江 江 北 陈 老婆 你又在这里躲着 受不了了 你大老远地把我叫来 难道就是为了让我做文件的 你没生啊 你 我说你是不是嫌我人老出黄 对我完全没兴趣了 还是怕被哪个狐狸精看见 我 我是不是怕耽误你的事业 事业 真的 我发誓 我身边除了赵群那个臭小子 绝对没有什么其他人 我还不是担心 贺连江的人跑去找你麻烦 贺连江 若真如徐文辉所说的那么厉害 随时可能会打过来 我哪敢分心啊 那个 江先生 我问过赵群大哥 他说您今天有空 我 我准备好了 您 您是想 你想的话 我也不是不可以 江 北 陈 这是个误会 我可以解释 你说 喂 你好 我是江北辰 好好好 马上来 江北辰 别跑 江先生 赵群 你小子挺会玩啊你 你是故意放冯真真 接来看笑话的 认罪也来不及了 你完了 你说什么 军门 徐文辉死了 抓到人了吗 没有 不过 还有更要紧的 我在治安队的人来之前 检查了一下 徐文辉的尸体 那尸体上的伤口 看外表 竟然是